习近平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必须认识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 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 必须认识到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习近平强调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事业 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 紧密联系 相互贯通 相互作用 其中其决定进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基督大工程 身材 Better 体重大工程 上升 先走路上 胶乱坏 周围中 伟大的导大工程